哈喽,大家好,我是姊姊,刚刚去我们小区里面去办了一张卡,这个是什么卡呢,这个是可以在我们小区直接去接那个饮用水,它是过滤了的,我们之前不是在家里面有小孩嘛,都是买的那个土装的水,结果我前天给他打电话,叫他送水,他说好,下午来,到下午还没送过来,我晚上又打电话,他说太忙了,搞忘了,他说第二天一大早送过来, 然后我又继续等,又打电话给他,他结果没有接,然后第二天的晚上我又打电话给他,他说太忙了,明天给我送过来,帮我去的两天了,两天还没送过来,所以说我就一气之下在我们小区去办了一张这个卡,直接在我们小区就可以接这个水啊,其实跟那个桶装水都是一样的,听他们说这个还比较乏算,今天来试一下到底有多乏算啊,这个工作看一下说明, 先刷糖,这是200块 这个就比较方便了,看一下啊,用了多少钱 我接了差不多七身的样子,用了两块钱,两块钱都不到 像我们平时买这么一口水,要十多二十块,哎呀,这个真的是比那个桶装水要划算太多了,我这会拿上去给他装上,哎呀,可以,走 这个便宜是便宜,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打水,然后自己拿上来,买了个桶装水呢,他就是送上门帮你装上 像我们之前就买了这个大的这个桶装水,他送上门就18块钱一桶,虽然说这个要小一点,但是一桶算下来也要省很多钱啊,一年算下来几百上千四有,因为我们家里面人多,然后喝水量也比较大嘛啊 哎,好了,搞定,以后就不用求人了,想接多少接多少,想什么时候接就什么时候接,真的这次打这个电话,把我气死了 真的,这次因为这个电话一年又给我节约了千把块钱,真的特别高兴啊,刚开始他不接电话,我还特别气味,现在一想再一算,我觉得他不接我的这个电话是对的啊,不是不接电话,没有给我送这个水啊,我还得感谢他 好了,今天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,拜拜,朋友们 好,拜拜